中国界选一直有一件事情 中国还没有真的完全出手 蓝白河 也就是说中国先选择 把些知知姐姐剪掉 现在郭台平民调剩7% 7%叫知知姐姐 那真的的主干叫做蓝白河 可是昨天两边吵起来了 昨天下午柯文哲先开记者会 你侯友宜下最后通牒 好像大党打压小党 简直像逼婚 侯友宜呢 在下午5点的左右 也开了记者会 拉了朱立伦 说哪有逼婚啊 是你情我愿 我等好久了啦 你柯文哲一下去周家周开莲 抛媚眼 一下子去郭家郭台平 到底有没有结婚啊 两边吵起来 蓝白到底会不会合啊 蓝白从来就不会合 但是有很多人希望他们能合 那为什么呢 首先还是关键我讲的 弱将只能讨救兵嘛 所以他弱嘛 但是他弱呢 但是他有个优势 这优势是什么 就是中国来讲呢 民众党是什么咖 不知道嘛 国民党至少跟毛泽东打过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对岸 国民党还是他们心目中 比较是可以对口的单位 所以呢 这就是他占的一个优势 可是优势里面要看到是 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其实拉起来是什么 首先呢 他们也都知道 个别的稳疏 所以那至于呢 先讲一件事情 郭台平 你已经被踢出 逃选之人的名单了 八月在关键面前讲了一次 结果你郭台平还用你的超能力 用你的超能力继续去搞联署嘛 那搞联署搞完之后 柯文哲发现 他也可以谈价嘛 柯文哲不是到了美国去嘛 所以躲避嘛 先前的时候 因为高宏安把他搞得很惨嘛 然后躲出去 一回来之后 11 10月7号 他跟谁见面了 跟郭台平见面了啊 因为看到郭台平 至少冲过了门槛啦 10月6号郭台平见面 他的手机 他打三通都打不通 郭台平和韩国民都打得通 哎呦 柯文哲就开始要去动了嘛 是 然后再过来呢 整个在动的过程 他挤了 所以派出了金普冲出来嘛 我要那个开放式的初选嘛 那结果呢 柯文哲说我们要开放式的初恋 是 所以还是 开放式的初恋 继续去找郭台平 可是这里面 有个变数出来了 这个变数是 美国呢 其实不是在帮郭台平 哎呦 在警告 侯友谊和国民党 对 为什么呢 你不是跟着战斗来 说这个国建国上 有问题吗 对 你不是跟着战斗来一起说 要成立在真主吗 你说一讲完之后 美国马上释出 这个这个 他的郭台平副手 过关放弃美国 赖佩依侠35天 就拿到了 然后我们当然都不知道 有人怀疑了 刚好那罗森伯格来台湾 对 是不是他专机 罗森伯格轻送 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那个东西不是 因为再怎么支持郭台平 郭台平也是在边边嘛 可是告诉你的是 国民党你搞清楚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讲过 萨顿就出来了 这个潜水艇好 日本的前的舰队的参谋长 就出来了 这个潜水艇好 他们其实在讲什么 一个资讯 都只有一个资讯 就是 打脸国民党 国民党你们看清楚 你们不是这样子搞的 所以这样子一下 可是 那至于接下来 有些人就急了 宋涛就急了 中国的国台案 中国的国安局 陈文青就急了嘛 查郭台平 这个东西就是 给郭台平逼他 因为他已经过关了 11月2号 你不准交出去 那不准交出去 另外一个就告诉你说 你们蓝白 赶快合吧 所以他急了 你看他后面的动作 开始急了 所以他开始就是 说我是主帅 他为什么要先讲 他是主帅 你的意思是 为什么侯友宜 忽然叽叽起来 所以他发现 国台办或是中国 已经开始做最后人选的太除 他要确保他不是被太除的 所以姿态越来越强硬 然后讲话越来越激烈 而且讲说 我和你们来见面 我们不是打淘汰赛 怎么突然先淘汰赛了 他在怕谁被淘汰 是被谁淘汰 因为我们选民都是 1月13号才淘汰 他为什么这么急着怕淘汰 为什么这么急 是怕被中国淘汰 为什么这么急 怕被淘汰 他怕被淘汰之后 所以他就出手了 一出手之后 所以他开始又回到了警察故事 张其民 我已经包围你了 限你12小时 给我出来投降 所以就 下最后通牒 他平常哪 怕媒体怕得要死了 同时安排四家媒体 同步专访 同一天出来 头版头条 我可以当副的 但是选票已经印好了 柯文哲 限你24小时 最后通牒 他以为他在包围张其民 他最喜欢讲警察故事 但是没想到柯文哲 竟然从张其民的身上学到了 当时张其民手上还有手榴弹 然后张其民在整个台南山区里面很熟 后面还有很多人会帮他 柯文哲就出来讲了 郭台铭 柯文哲就要跑了 所以他又急了 急了以后就只好再出来了 前居后宫 现在就开始说 在等着要出嫁了 我们都连生小孩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急